不過我們也要回過頭來講一下 因為目前這個 整個公共安全這個目前看起來 除了這種民刑事責任之外 到底什麼機構要負責 我們要回過頭來 有沒有相關的專責單位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鋪設管線的部分 看起來目前看起來是 高雄市市區管理條例 那來說那是地方政府要負責的 他來同意 地方政府來同意鋪設管線 他是不是要負責 再來公用氣體災害的一個 中央災害的一個救治 又是叫誰附呢 那又中央機關了 那另外有一個災害防治法 另外關於就是說這個 這樣的一個公共管線的 公共氣體的這種管線 它是不是屬於當 目前我們看不到 有相關的一個專責的法令 它是當作一般設備在管理 還是有專責的 對於這樣的一個公用氣體 來做有一個管理機構 這目前來說 經濟部跟勞動部 又有不同的解說 所以我們目前看起來 它的法令也是相當的模糊 聽起來就是各個部位在 部會在踢皮球 對 所以它在權責上面 權責上面不清 法令上面不清 所以大家是有一個 互推責任的空間了 如果說我權責不清 法令不清的話 那是不是未來有修正的空間呢 當然 所以未來可以借這件事情 來做一個修法的討論 做一個完整的修法討論 何況高雄地下管線這麼鋪設 我想這是幾十年的歷史 所以將來在地下管線的管理上面 是不是將來要在立法上面 是不是剛好趁這次的機會 大家來做一個釐清 然後再做一個修法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其實這次有20多人 將近30人死亡 並且有將近300人受傷 我想這樣的事情 絕對是大家希望 絕對不要再發生的 我們謝謝兩位來賓 幫我們做的分析 也希望天佑台灣 天佑高雄 謝謝